在2016年有一部超爽的动画 线上游戏的队友不可能是女生 他将会告诉你在网络的海洋中 隐藏着多少人妖 啊对 是美少女 好看的女生可都会玩游戏哦 过年回家会被催婚的小孩们 可得好好看玩 男主西村英奇是个网瘾少年 一次在游戏世界中 他找到了爱慕许久 说话结尾会在喵的猫儿女性角色告白 但是对方却用天真无邪的口吻 说出了一段 让西村对游戏女性失去兴趣的话 抱歉 我在现实他妈是个男的 喵 而且是个大叔 喵 只是一直兴趣 窗前给人要好来玩玩 喵 我保证这是故事原话 于是西村便在电脑前发疯发誓 再也不会相信游戏里的女人了 可是在现实中 基本没有女人员的西村 还是对游戏找老婆保留一定的幻象 有一天 同工会的亚子突然找到了西村表白 但是西村还是往表之前的伤痛 于是直接拒绝 可是亚子继续说道 如果你不想和我谈恋爱 那么就和我结婚吧 但是我不明白亚子的脑子在想什么 但是嘴上说着背心 身体倒是很诚实 第二天在上课就对班里的同学宣布 自己娶到老婆了 而她寻找的事情 跟同班同学小倩的眼力 简直就是恶心至极 展员的世界真的是不可理喻 虽然自己的好机友没有说得那么难听 但其实 她们也认为西村就是个死宅 朋友们的直白和女生同学的妙事 导致西村对游戏世界更为在意 每天下课就得赶紧登录游戏 来到工会和朋友们聊聊天 当然还有那可爱到爆的老婆亚子 西村的游戏里的名字叫卢西安 只是这个卢西安买不起双枪 但却承担着团队冲锋的重担 其实就是一个没啥用的漏盾吧 因为这种学生拿有钱去科金买装备 打伤害的事情 就叫给科金无数的会长大人 会长很好奇卢西安和亚子的事情 在得知亚子追求卢西安一开始被拒绝后 更是了解到卢西安跟人要告白的黑历史 于是会长决定举行工会第一届免击大会 西村已经做好了亚子是个男的心理准备 其实他在那段黑历史走出来后 对游戏和现实已经分得很轻了 只要游戏角色可爱 那么是男的也不想管呢 可是让人呜呜呜没想到的是 亚子既然是个女的 而且会长还有帅气的建武者队友也是女的 并且建武者的真实身份 竟是嘈笑西村死宅的同伴同学小倩 他是个隐姓玉宰主 而会长则是西村学校的学生会会长 也是校长的女儿 是一个真正的土豪玩家 而亚子现实中就叫亚子 也是西村学校的学生 只是跟西村不同班 抱着自己性格的小倩 被问起为什么不在游戏或者现实谈恋爱 结果这刮娃子竟然说找男友后 就没时间玩游戏了 学会了吗小可爱们 脱单技巧就已经放在这里了啊 可小倩的担忧在亚子看来根本就不是事 因为她认为只要在游戏中结婚 那么就可以不用减少游戏时间 又能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来一场云约会 自然因为身份揭开后 所有的时间的推移关系也越来越熟糯 小倩才见到西村 不是那种瞧不起的姿态 而是会先习惯性地打招呼 所有反应过来 哦 这不是在游戏世界 然后又变成之前那副 瞧不起西村的高冷模样 而亚子则是会来西村班级找他 但是却不是叫他西村 而是喊他卢西安 在休止的网民那西村完全不想承认 于是便不搭理亚子 但亚子却更加担心西村是不是生病了 于是一口卢西安叫的那是更欢了 甚至当场说出卢西安可是自己的丈夫 同学们都看出了西村和亚子的关系非比寻常 小倩及时出来制止亚子的行为 结果却被对方叫出游戏ID 他当场感到极度的羞耻 很快 小倩和西村发现了亚子似乎分不清游戏和现实 他们找到了会长帮忙 会长认为亚子和卢西安的情感是止步于游戏中 但亚子坚定地认为 正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才相爱 这是比现充们更加纯粹的爱情 于是会长决定对亚子进行思想改革 只要让亚子认清卢西安和西村的本质区别 就能唤醒他的区分 于是因为校长的女儿学生会的会长 会长竟然在学校里开设了电子游戏部 进屋后 感情这就是读书生涯的天堂 那这一上网一定不会被老师抓吧 不对不对 我们读书应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正能量正能量 但我怎么看都特别羡慕好吗 于是网游部就此成立 下课后和周末就是这个社团的活动时间 而思想改革就是要让亚子 看到卢西安和西村同时出现的场景 只要让现实和游戏一起出现 说不定就可以让亚子冷清现实 但事实上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行 因为近距离的接触 西村可以更加直接的指导亚子对装备的使用 这就导致了让亚子认为 指路西安对自己的关心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啊 最要命的是 由于近距离接触 所以西村在游戏视角 本来是男性角色的会长和小倩 突然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女性 穿着更是有些大胆 他们四人就这样进行了一个相对短暂的开黑之旅 很快这个社团由于没有老师作为顾问 毕竟没有老师是鼓励孩子们玩游戏吧 尤其是会长 那简直就不是在玩游戏 而是钞票毁灭机 因为会长的游戏背包全是科金道具 虽然一起看也很快乐 但是西村还是忘不了如何 让亚子认清现实和游戏 于是想到之前自己告白的猫儿梁 记得他说自己是个大叔 那么就是社会人士 已经走出新节的西村 决定请教这个社会人士该如何 猫儿梁想了一个办法 于是西村按照他的意见 直白地跟亚子说了一堆现实和游戏的区别道理 并且提醒亚子不要太容易相信 只在游戏认识的人 结果亚子却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 女性的地友感 让他察觉到了西村有了外遇 一定是有女生跟西村说了什么 第一次行动失败后 西村又找到猫儿梁 打算询问后续该如何 可是却被跟来的亚子发现了 还得知了这个猫儿梁 就是之前西村搞白的人妖 妙 气得是亚子直接不来上课了 但事实上 亚子不来上课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要去线下见个网友 据说是个男的 这种西村突然担心起亚子 小倩和会长说 亚子不是有卢西安的吗 谁知道亚子竟然说 对呀 卢西安只是游戏的老公啊 我是去现实见男生 这没有问题吧 牛头人居心来了 正宫最强的晚机 可是亚子也只是想气一下男主 他特地的问一下 卢西安可以见吗 谁叫迟来晚期的男主竟然说 孙女变 然后下线一个人拿着一拉罐出了气 其实他不想承认自己 也喜欢上了亚子 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 都喜欢 好在会长和小倩这两个最强聊机 套住了亚子要去面积的地点和时间 然后西村赶过去 见到亚子一人后鼓足了勇气 大声喊出 我可是你游戏中的丈夫啊 虽然羞耻度很高 但这个时候男主真的太帅气了 可更羞耻的事情竟然是亚子 面积了网友的真实身份 因为亚子约见的网友竟是 猫儿娘 而猫儿娘才不是大叔 而是西村学校的女老师 所以之前西村表白的对象是 自己老师 成会玩呀 而正好网友部还缺一个顾问 身为老师却还沉迷游戏 这可不是一个好老师 无奈之下 老师就成了网友部的顾问 之后 网友部就在会长的带领下 亚子这些平民玩家 也体验了各种抽奖系统 可谓是爽的一匹 正是自己感情的西村 也在游戏里和亚子 到各种地图 甜蜜约会 途中就下了一位萌新玩家色题 而不对 是色蒂 因为对方不懂游戏机制 正好职业跟卢西安一样 于是热情了卢西安就叫到色蒂 谁找色蒂在现实世界里 竟是小倩的闺蜜奶奶子 看着这个带球壮人的粉毛小妹 正宫鸭子 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于是生气的直接又不来学校了 这次不是世界网友 而是决定把自己封闭在游戏世界中 只要有游戏 他就能活下去 在游戏中和男主告别后 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最后一伙人决定 由西村去鸭子家带回他 可是刚刚到门口 就碰到了鸭子妈妈 而鸭子妈妈在知道西村名字后 直呼 你就是西村老公啊 等等 是你女儿的老公 不是你的老公 原来鸭子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妈妈 而乐观的妈妈竟也将西村 当成了未来的女婿 还大方地拿出了鸭子房间的钥匙 寿年 勇敢地去拯救你的老婆吧 而妈妈给钥匙的时间太巧了 因为开门进去的西村 正好看见了在换衣服的鸭子 两人成功坐下来交流后 西村得知鸭子真打算封闭自己 因为 她的房间里准备了一周的食物 可只能挨晚期的西村 就关心鸭子怎么上厕所 突然看到鸭子的眼神后 再看看手中这杯饮料的颜色后 该不会是 开玩笑啦 鸭子当然是乖乖地去上厕所呀 后来两人上游戏 竟然会长等人 罗欣说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 其实这话是故意说给鸭子听的 因为 她跟鸭子其实很像 同样 是交不上什么朋友 在学校除了网游部 是她最开心的时间 从此便感觉和世界脱轨一样 在西村的劝说下 鸭子走出了这个新街 也解开了之前色地的误会 游戏是用来放松的 即便现实在内 那么在游戏世界传过气候才会来吧 为了老公如西安 鸭子决定努力一下 努力走到现实世界 之后有人面临着 期末考试的重大压力 毕竟前天想玩游戏 读好书可不容易 显然会成等人不是那块料 但是有冒浪两老师 他们几年努力一下 也算是过关了 而西村想到自己没有在现实中 跟鸭子告白过 所以西村带着鸭子在黄温下 坐在那块似曾相识的长椅上 告白了 结果却被拒绝了 但鸭子对西村的态度 却还是跟以前一样 之后 一伙人组团去海边旅行 由于这段福利太多 一些画面过于危险 所以我就省略掉这段玩耍的剧情 少年一人吃毒食 而在海边游戏结束的夜晚 几个寥机特地营造了烟花 让西村再次告白 虽然鸭子也说喜欢卢西安 但下一句 我们果然是最恩爱的夫妻 西村顿时明白了鸭子 还是没有走出游戏世界 而旅行还没有结束 会长靠着超能力 带着几能难道高级酒店休息 这里每个房间都配备着电脑 是会长他特地安排的 鸭子上游戏后 沉浸在和卢西安独处的 二人世界中 突然在房间的西村 发现游戏掉线了 在上线时 却提示密码错误 他被盗号了 意识到出大问题的西村 赶紧跑去鸭子的房间 果然盗号狗 竟然利用卢西安的身份 调戏鸭子 虽然西村尽快找回密码 可是卢西安这个角色 还有装备物品等等 都被拿走了 由于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是西村的回忆 在大家的帮忙下 他们开始了找回装备之旅 可是西村更生机了 那个盗号狗 在那么短短一会的时间 抢走了自己的鸭子 西村开始怀疑 两人之间的关系 是那么的脆弱 但是会长却提醒了西村 虽然网络确实容易假冒 但是在当时 西村还没有赶到鸭子的房间时 鸭子 最近发现的卢西安是假的了 鸭子和卢西安之间的关系 是特别紧密的 而鸭子虽然一直 好像无法区分游戏世界 和现实世界 但这次卢西安角色被删除后 他好像还是对西村 一如既往的好 而西村为了找到 那个欺负鸭子的盗号狗 金布希和会长等人 伪造了一个假网站 然后利用一些 咱也不太懂的游戏 违规条例 让对方重套 最后巨人出现重裁 卢西安这个角色被找回了 而其实故事到这里 就可以算是完结了 但奈何这只到第八集 而之后的巨星 除了女生的大合作之外 就是拿下三集左右的 游戏一世界的经济冒险 在最后结尾 鸭子和西村差一点吻上 因为会长他们的突然出现 而没有成功 另外 鸭子从头到尾 并不是区分不了游戏和现实 因为在第九集的时候 鸭子给会长等人 解开了困扰他们 许久的问题 为什么鸭子在游戏和西村结婚后 就要在现实夜教她老公 鸭子没有时间给出答案 而是假设小倩和奶奶子 如果是现实夫妻 因为游戏有活动 所以奶奶子提议小倩在游戏结婚 但奶奶子却说 游戏和现实是两码事 于是拒绝的 那么这个时候 奶奶子如果见到小倩和别人结婚 拟取活动 算不算 怀孕呢 现实是夫妻 为什么要拒绝游戏结婚呢 在鸭子的世界观里 游戏结婚 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有点偷还概念 但显然这个解释 真的很合我胃口 这部动画也并不是说 鼓励孩子们去成名网络 因为他要表达出 这些孩子因为游戏 而学习不好的事实 可是也盗诸了孩子 在学校里 并不是只顾着学习就好了 因为鸭子的人设 就是在现实中 毫无朋友的人 所以才会去游戏世界 寻找伙伴 虽然网络充满无尽的危险 但却也可以治愈很多人 只能说所谓的网络游戏等等 都是一个友好友坏的存在 不能一棍子拿死 也不能将它摧到天上 看完后 虽然有一些地方 是略微伤感 但整体还是以搞笑 风格为主的恋爱翻 所以超级超级超级 推荐你们去看看原片 另外不知道 各位视频前的小可爱们 有没有玩游戏 你们都玩什么游戏呢 不妨写在评论区 告诉少年吧 我是少年 一位命令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是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